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觉得你欠他三分 事事难料 人心难测 有时候你的付出和善良并不会得到回报 相反 对一个人太好 你就输了 人性最大的恶 是拿别人的善良当自己做恶筹码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安家中》 宁星对房伺锦地反咬一口 让人看得颇为气愤 房伺锦第一次见到 大宇中落魄的宁星母女 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 善良的她选择出手相助 起初面对房伺锦的善意 宁星还会表示感谢 随着房伺锦的不断付出 宁星渐渐把房伺锦的好都视作理所当然 开家长会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陪孩子写作业 这些本不在情分之内的事 房伺锦都帮宁星做了 可没想到最后 宁星在房伺锦帮她卖了房子的时候 居然私下交易 吞掉了房伺锦的用金 并直接将房伺锦拉黑 连一句解释也没有 事实上 房伺锦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赚她的钱 还为她贴了五万块 有时候我们感到失望 不是因为世界太黑暗 而是由于人心太难测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很多人不愿相信 自己的善良会被人加以利用 前段时间 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答 为什么我对我的保姆越好 她就越不好好干 尽管自己主动加薪 好心将自己的房子免费给保姆住 但保姆的服务质量却大幅下降 底下回答众说纷纭 大都感叹人心难测 其中有一回答点破了一切 小人畏微不畏德 对待小人 绝不能以仁义道德来感化 因以威权驯服他们 朋友曾对我说过 长大后最大的悲哀就是 花了二十多年学会了仁义理智信 结果走上社会 在和一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 发现猴比讲道理更有用 你越是心平气和地和小人讲道理 小人越觉得理所应当 甚至更加嚣张跋扈 还记得西安奔驰女事件吗 女子为庆祝生日 买了辆66万的奔驰车 可是新买的车子 都还没开出4S店的大门 发动机就漏油了 她三番五次和4S店交涉 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无奈的她只能当一回扑付 双膝盘坐在车盖上 悲愤地说出 我是受过文化教育的人 我是研究生毕业 但是这件事让我几十年的教育 受到了奇耻大辱 我就是太讲道理 我曾以为人性最大的恶 是天生的冷漠和恶意 直到见得越来越多 才发现 人性最大的恶 是拿别人的善良当做自己作恶的筹码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 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电影《教父》中有段台词 十分经典 没有边界的心软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毫无原则的人词 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你如果好到毫无保留 那么就有人赶快到肆无忌惮 寒风呼啸的夜晚 阿拉伯人正准备在温暖的帐篷里休息 忽然 骆驼掀开门帘 可怜地说 外面实在太冷了 求求主人 让我把头伸进来 暖和暖和 善良的阿拉伯人 看了看可怜的骆驼同意了 不一会儿 骆驼又对阿拉伯人说 我的前腿在外面非常冷 求求主人 让我把前腿也放进来吧 阿拉伯人想着帐篷很大 于是就同意了 最后 骆驼直接对阿拉伯人说 我这样站在帐篷门口 外面的寒风刮进来 你也和我一起受冻 不如我整个站到里面来 咱们都可以暖和了 主人再一次地 同意了骆驼的要求 谁知道 当骆驼整个身体 都进到帐篷时 阿拉伯人竟被挤出去了 只留骆驼 独享温暖的帐篷 现实生活中 如阿拉伯人般善良 最后却被反咬一口的人 不在少数 演员孙丽 孙丽曾资助一个贫苦的孩子 向海青 承担她上学和生活的费用 得知自己的资助人是孙丽后 向海青多次写信 向孙丽要更多的钱 只因她觉得 明星赚钱很容易 遭到拒绝的向海青 扬言要让孙丽名誉尽毁 还给电视台写了控诉信 同样被人反咬一口的 还有开馒头店的李女士 她看着很多环卫工人 经常吃不上热 呼饭很心疼 于是免费送馒头给环卫工人 可没过几天 环卫工人就把李女士包围了 他们一遍一遍对着李女士喊 我们不要馒头 你直接把钱给我吧 曾有人说 如果你太善良 就会被生活啃尸的尸骨无存 起初我并不相信这句话 可当这些活生生的案例 和丑恶的嘴脸 接二连三地出现 使我不得不给自己的善良 加上一个条件 那就是永远保留底线和原则 别让你的善良 培养出白眼了 电视剧《吸血鬼日记》 终有一片段触动了很多人 达蒙在众人眼中 一直是个冷酷的人 直到一天 艾琳娜看到达蒙善良的一面 于是反问达蒙 为什么你不让别人 看到你善良的一面 达蒙则回应 因为如果他们看见了 就会期望我一直是善良的 人性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偶然从对方身上 得到一点小力发现 对方没有拒绝 久而久之 就会把对方的付出 当成理所应当 而那个 不断付出的烂好人 也终将被各种无理的要求压垮 明明自己很忙 却不好意思拒绝同事的请求 只好加班到深夜 自己身体并不好 也要逞强帮别人忙 最后落下一身的病 日本金银之神道圣和夫说 小善如大恶 大善最无情 可能有些事表面开始失惠于人 但实际上却纵容了人性中消极的因子 变本加厉地获取利益 中国有句古话 生米养恩人 斗米养懒人 蛋米养仇仁仁 紧要关头的帮助 会让人永远感激你 可如果你给他的恩惠太多 会让他自己放弃努力 直到有一天你不再出手援助 你们就成了仇人 我们从小被教导做一个善良的人 却忽略了行善这件事 需要经过深思熟虑 每当你想要行善时 先想想这个人是否值得 别让你的善良培养出白眼狼 作家乌满蓝江说过 慈悲犹如玫瑰 玫瑰最大的特点并非美丽 而是带刺 没有刺的不是玫瑰 失去惩戒不是慈悲 身处人世间 这个大染缸你应该明白 有的心注定暖不热 有的人注定胃不熟 永远不要因为好人这个身份 绑架了自己 做到善良有耻 帮助有度就足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还记得赞了好久零花钱 为你买的球鞋 现在一定很久 颜色泛黄 再不符合今年的绚烂 还记得毕业那天 和招式 你偷偷站在我身边 那时的你 不懂人生无奈 我也还没学会 叹息和失眠 青春没等我们反对 就一下子跑远了 有时候站在熟悉的街道中间 往事回忆默默温柔浮现 初恋的情人们 还守在一起吗 或许也和我一样 过别样的人生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